我想要娶婉婷 這要靠你自己比較實在 我看起來像是在開玩笑嗎 為什麼想要娶她 你不要告訴我說你愛她 是為了那副古話嗎 那張鑑定書再怎麼說都是偽造的 難保哪天不會被識破 根據義大利的案例 一個藝術品在失蹤的過程當中 輾轉經過多少人的手裡面都是不可靠的 最後只會把歸屬權交給最終的持有人 婉婷就是那幅古話的最後擁有人 雖然婉婷現在是願意割愛 但萬一哪一天她反悔了呢 既然沒有辦法跟她來一張白紙黑字的合約 那我就只能讓她在婚約上面簽個字了 買個保險 她是我的女兒不是你的保險 而且我早就警告過你 不管你找什麼專家來偽造 都會有後遺症 我已經把後遺症降到最低了 我已經把後遺症降到最低了 潘易達 是你 你現在才知道 是因為她幫你偽造鑑定書 所以滅口 是因為她十字大開口 說什麼來聽這個話 如果賣出去的話她想要分三成 三成 她憑什麼 那幅畫是我爸買的 是我們家的 內幅股畫 當初是用一億兩千萬美金買來的 現在它的價值 一定超過兩三倍以上 算一算 絕對有九十億以上 而你當年投資失利 產賠的三十七億 跟這個股花相比 算什麼吧 你不是只管簽字嗎 怎麼會對我們公司的營運數字 這麼了解 你凡事這麼猛狀 可能不小心嗎 我也是想要給婉婷一個機會 讓她可以飛上枝頭去當鳳凰 就像當年我爸娶你一樣 你們母女兩都應該要對我們墨家 有終的感激 我還記得第一次遇見你 我還記得你微笑的眼睛 我還記得你微笑的眼睛